纽西兰海军一艘二手的海洋探测舰 马纳瓦努一号日前在南太平洋岛国 萨摩亚外海执行任务的时候 因为不明原因搁浅并且发生大火 两个多小时之后就沉没 舰上75名军职还有民间人员是全数平安火救 排水量5700多吨的马纳瓦努一号 原本是挪威一家能源公司 负责在海上探勘石油与天然气的船只 2003年下水 纽西兰政府在2019年 为了钛换海军老旧的探测舰 向挪威业者购入后改装 2020年重新服役 用来探测海洋水文与生态 纽西兰官员指出 马纳瓦努一号奉派前往的 南太平洋岛国萨摩亚 当地海域从1987年以来 就没有被详细探勘过 历经多年的飓风海啸侵袭 海底水文跟生态状况不明 需要详细调查 而马纳瓦努一号执行任务时 在离海岸一海里的地方 发生搁浅后起火沉没的事故 纽西兰军方表示 获救人员先在萨摩亚 临时安置 随后会送回纽西兰 至于沉没的探测舰 除了调查确实的事故原因 纽国军方也准备 尽可能把残海打捞出水 以免留在海底 进一步伤害海洋生态 公事新闻许佳人编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